今天要來跟他分享一下這一台 不 不是這一台攝影機 今天我要來跟他分享一台這台 今天我要來跟他分享這一台攝影機 不是這一台 是這一台 嗨!我的名字是卡古亨bre 今天我要來跟他分享一下 嗨!我的名字是卡古亨bre 今天要來跟他分享 嗨!我的名字是卡古亨bre 今天我要來跟他分享 這台攝影機 喔 不是這一台 是這一台 噢,不是這一台 Hi,My name is Kaiyuan Hi,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台 攝影機BMPCC 4K Hi,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台 BMPCC Hi,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 Hi,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台 BMPCC 4K 喔,不是這一台 Hi,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台 BMPCC 4K Hi,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台 BMPCC 4K Hi,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台 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 喔,不是這一台 喔,不是這一台 Xx-R Hi,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 quickly跟著分享一下 Hi,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台 BMPCC 4K 哦 不是這台 是 Hi my name is Guy Ewan 今天呢 我要跟他分享一下 Hi my name is Guy Ewan 今天呢 我要跟他分享一下這台 BMPZ44K Hi my name is Guy Ewan 今天呢 我要跟他分享一下這台 Hi my name is Guy Ewan 今天呢 我要跟他分享一下這台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 哦 不是這台 是這一台 Hi, my name is K.U. Hi, my name is K.U.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Hi, my name is K.U.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台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 哦,不是这一台啦 是这一台 Hi, my name is K.U. Hi, my name is K.U.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Hi, my name is K.U.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台Black Magic Cinema 4K Hi, my name is K.U.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Hi, my name is K.U.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台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 Hi, my name is K.U.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要跟他分享一下 Black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要跟他分享一下 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 那為什麼要來再分享一次 我在三四年前已經有拍過這一支的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跟他分享一下 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他分享一下這一台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他分享一下這一台 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 那其實我在三四年前就已經拍過一個Review了 但是那個時候已經... 其實我在三四...到大概四年前 大概四年前我已經拍過一支Review 大概四年前我已經買了這台Black Magic 大概四年前我買了這台Pocket Cinema 4K 那那個時候才剛出正式超讚的一台攝影機 但是到今年我覺得它還是一台很讚的攝影機 所以我又買了一台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 在四年前我有做一個Review影片 在四年前我已經...在四年前我有做一個Review影片 在四年前我有做這一台攝影機的Review影片 如果有興趣你可以回去看看這支Review影片 但是... 在四年前我已經做了一個... 在四年前我做了這個Review 在四年前我做了一支台攝影機的Review影片 那有興趣你可以去重新回顧一下那支影片 今天呢...要來跟他的分享的是 我又買了一台 在四年前我已经做了这台摄影机的review影片 有兴趣你可以再重新回顾一下 就在上方或下方连接 在四年前我已经做了这台摄影机的review影片 在四年前我已经做了这台摄影机的review影片 有兴趣你可以在上方或下方连接去看看那支影片 回顾一下 但是今天呢 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又买了一台 在四年前我 在四年前我 在四年前我已经做了一台 在四年前我已经做了这台摄影机的review影片 在四年前我已经做了这台摄影机的review分享影片 那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在上方或下方连接去看那支影片 回顾一下 但是今天呢 要来讲的就是 我又买了一台 BMPCC 4K 那肯定 那肯定有人就会 那肯定就会有人 那肯定 那老 那肯定就会有一大堆人问我说 你怎么又买一台4K 为什么不是6K 那第一个理由 那肯定会有超多人就会开始问 哦 为什么你买了4K 不是买6K呢 或是更新的7 那肯定有很多人问我 那肯定会有很多人问说 你怎么又买了一台4K 不是6K呢 那我觉得有一个优点是6K 有几个优点 那肯定就会有人问我说 你怎么又买了一台4K 而不是6K 6K Pro 或是6K Cinema呢 那我把它分成 那 那 eigentlich 那其实有 那其实有好几个优点 那其实有好多好多 那好 那其实有好几个优点 那其实有好多好 那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优点 是6K没有办法取代 那其實有好多好多的優點是6K沒有辦法取代 像是這個Speed Booster 我真的很喜歡Speed Booster 因為你自己算一下 你乘以0.71 你會比超35還要再更廣 然後你又亮了一檔光 亮一檔光真的是亮很多耶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應該不知道 我算給你聽 我最愛用的鏡頭是24-35SIGMA這支F2的鏡頭 那我有做影片 你可以去上方或下方連結去看一下那個Review 但是這一支鏡頭 F2加上Speed Booster亮一檔光 變成F1.4耶 所以我變成一個全片幅焦段 差不多35到50 然後F1.4的鏡頭在這台攝影機上面 就這是6K沒有辦法辦到的事情 就多了那個Speed Booster 真的是超讚 而且加了Speed Booster 你是可以焦段 而且加了Speed Booster 你的畫面是會更廣 會比 而且加了Speed Booster 你的畫面是會比 而且加了Speed Booster 你的畫 而且加了Speed Booster 你的音 而且加了Speed Booster 你的畫面會更廣 所以我還蠻喜歡用廣角鏡頭的Renar 加了Speed Booster 可以比超級35的影像尺寸更廣 就是更廣啦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加了Speed Booster 我的畫面會比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加了Speed Booster 我的畫面會比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我的畫面會比超級35的影像感光元件還要更廣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加了Speed Booster 我的影像尺寸會比超級35 就是6K的那個影像尺寸還要再更廣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加了Speed Booster 我的畫面會比超級35的感光元件還要來得更廣 像是我還蠻喜歡用超廣角 像是11mm 那就有差了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加了Speed Booster 我的畫面會比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加了Speed Booster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加了Speed Booster 我的畫面會比超35 就是6K跟6K Pro的畫面還要更廣 就是我喜歡用超廣角鏡頭去拍一些 哇塞真的超廣的畫面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加了Speed Booster 我的畫面會比6K 6K Pro那種超35的感光元件還要再更廣 那我現在只用了0.71X0.71X0.71X的Speed Booster 那我想要在更廣的話 我可以再去買0.64X的Speed Booster 我又可以再更廣 所以就是有更多的選項 更多的選擇 更多的搭配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加了Speed Booster之後 我的畫面會比...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家的Speed Booster之後的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家的Speed Booster 我的畫面會比6K跟6K Pro 那個超35的感光元件還要再更廣 因為我的目前是Speed Booster 0.71 那如果我想要再更廣的話 我可以再去買0.64的Speed Booster 真的是超猛 因為我還蠻喜歡用超廣角 像是11mm來拍攝的 就很多比較壯觀 或是比較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加了Speed Booster 我的畫面會比我們的6K跟6K Pro還要再更廣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加了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加了Speed Booster之後 我的畫面會比6K跟6K Pro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加了Speed Booster之後 我的畫面會比6K跟6K Pro還要再更廣 就比超35的感光元件還要再更 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加了Speed Booster之後 我可以畫面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加了Speed Booster之後 我的畫面會比6K跟6K Pro還要來得更廣 就是超35還要再更廣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加了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我加了Speed Booster 我的畫面會比超35的感光元件 就是那個6K跟6K Pro 這兩台的感光元件還要再來更廣 另一個優點 另一個優點就是我加了Speed Booster之後 我的畫面會比 另一個優點就是我加了Speed Booster之後 我的畫面會比6K跟6K Pro 那種超35的感光元件還要來得更廣 那我現在只是加了0.7的Speed Booster 如果未來想要再更廣 我可以再去買0.64的Speed Booster 就更多更多的選項可以搭配 那另一個我還蠻喜歡的就是我可以 那另一個主要 那另一個我買主 那有一個我主要 那有一個原因就是我買第二 那為什麼我又再買了一台 那一台 What the fuck Jesus Christ